也许是杨子如小太阳般的温暖融化了诚艺的心 让诚艺这个一向和女明星避嫌犹如洪水猛兽的男人 卸下了防备 诚艺在娱乐圈打磨多年 也认识了很多好朋友 但是诚艺的女性朋友确实非常少的 琉璃发布会上预言冰言必闲的场景还历历在目 但是诚艺在采访中被问到娱乐圈有时会借钱给他时 却毫不犹豫的说非常好的一位朋友 杨子肯定会借给我 连续用非常和肯定二词 也足见两人的友情真的是非常深厚的了 杨子虽然在娱乐圈也有诸多好友 但是诚艺对杨子来说却也是有所不同的 两个人的性格和经历都相似 相处起来更加惺惺相惜 而诚艺在当着观众的面提起杨子时 投口而出的永远都是我们 在提起和张雨昕一起拍戏时 却是回答说我和雨昕 这样的回答也足见诚艺心中杨子确实是特别的存在了 那么看到这里 你觉得诚艺喜欢杨子吗 欢迎评论